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是因为我拍的古装比较多 那么我来到这种地方可能有更强烈的代入感和感同身受 而且这一次的活动它是非常具有现代化的 那么刚好在这个场景里面就会有一种视觉冲撞的感觉 Pickaboo比较深火 可以装很多东西 它有不同大小的尺寸 那么Buget比较更易搭配 更具造型感 我今天look是2023年Fendi秋冬款的秀款大衣 那么首先它是非常有质感 而且我喜欢比较沉重的衣服 它的细节在于它的下摆与手臂 有金属片 那么走起来在光线下就会闪闪发亮 内搭也是bling bling的 那么它是单肩的 雪茵可以吃汉堡吗 我叫李逆 不是李仪 最大的惊喜就是认知了我在密室里面的胆量 期待越来越大 会越来越大 我觉得一定会有成长 因为我会从一个密室小败 会变成一个密室tank 不太像我 有一些像有一些不像 那个 粉丝画的我那个画的像 滑冰 还有游泳 对哦 烈火滑过冰 还有还有什么 其实会的都很多 要不然怎么叫搜搜 就是感觉 时光匆匆 岁月如鸽 其实更多的就是 由外变内了 都放在心里 那么就会 当然会不舍 然后 也要需要时间 比如说我的时间会选择 我回家陪家人几天 那么通过跟家人生活 然后放松自己 让自己慢慢的走出角色 没有 我觉得自己不可爱 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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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我抬黑戏 我回家 感谢观看